第九百零十四集 阴阳之主虽然是十四个纪元修为的无敌之主 但是现场的高手太多太多了 就算是十三个纪元巅峰的高手都有好几位 更别说十二纪元 十一个纪元 十个纪元那些高手也不在少数 藏龙卧虎绝对不好应付 他身体一动 震开了许多高手的袭击 就看到一条影子冲天而起 阴阳之主 我还有事情 今天就不和你纠缠了 来日日 我必定去阴阳城 取你的狗头 悬挂在永生之门前 哈哈大笑从方寒口中传递出来 刹那之间 他就隐藏进入了虚空之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可恶 该死的东西 你胆大包天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你可以逃走 没有这么容易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最终下场 阴阳之主也不想夺这里的先王丹 身躯一动 一股阴阳之力 强行贯通了出去 鸡舍到达虚空中 似乎是抓住了一丝气息 直接一个晃动 就已经消失不见 整个乾坤城内一片混乱 而方寒 阴阳之主 已经是一锥一顿 不见了踪影 门主 那阴阳之主 追上来了吗 一手抓着夜地天军 在虚空中穿梭 电闪穿云 那夜地天军 似乎都承受不了 这个高速的穿梭 有一些神色苍白 吐着气 急忙到 他好像 并不放过我们 哼 不放过我们 我之所以制造混乱 离开乾坤城 就是怕那乾坤城主苏醒 到时候 联手攻击我 我就有些麻烦 现在脱离了乾坤城 把这阴阳之主 引到先王战场 和他一分胜负 看看他的阴阳之道厉害 还是我的纪元之道厉害 方寒根本无所顾忌 他大踏步在虚空行走 脚步下一道道的法则 凝聚成的青天大陆 什么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 生死法则 光暗法则 统统凝聚成了一片大道 在他的脚下沉浮 他是世间的主宰 真正得到了自在的真谛 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他 这才是真正的大神通 大成就 不过 在他这样行走的时候 后面一道长河式的阴阳之气 滚滚击舍 几乎是在浓缩天地 宇宙在阴阳二气之下都开始缩小 是阴阳之主的无敌神通 要把方寒真正的镇压 气势如山 当头雷动 突然之间 方寒在虚空中停留了下来 指头一弹 一道晶体神国 把阴阳天军包裹了起来 阴阳 我和这阴阳之主交手看看 你免得被拨起 就暂时成为我纪元神圳的一个镇眼吧 是 门主 阴阳天军顿时就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参悟纪元之道去了 呼喽 长河浩瀚海洋的阴阳二气席卷而来 其中夹杂着阴阳之主愤怒的声音 随时万段 方寒冷冷一笑 脚踏跋荒 手掌呈现出来了七星连珠之势 向外一震 顿时 虚空之中横河沙树的流星降落 刹那之间 划破苍穹 出现了永恒的光和热 行罗齐步 王道天下 他随意挥洒 历史之中出现的巫术学士武学 都可以信手拈来 几乎是比创造武学的本人还要领悟的深刻 施展出来还要纯熟 两大力量在空中碰撞 阴阳二气席卷 向后面倒退 方寒纹丝不动 漫天的流星被撞碎 成为了一天流营 阴阳之主在阴阳二气中 缓缓的凝聚成了形体 双眼说说 看着方寒 神色彻底的冷静了下来 就刚才这一下的对拼 他已经知道了方寒的实力 不在他之下 再也没有一点轻视的意思 取而代之 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秋为到达他这种境界 已经通名成澈 奴役大盗 掌握一切 根本不会迷失 也不会走火入魔 可谓是随心所欲 好厉害的神通 七张戒中出现了一位高手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你到底是哪位复苏的元国高手 阴阳之主冷静之后 站立在虚空中 阴阳二气缠绕在四周 冷静的可怕 怎么 阴阳之主 不把我碎射万段了 方寒面带微笑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足可以和我抗衡 不过 修为到达了我们的境界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是天下无敌 阴阳之主脸上 十分残酷 阴森 我照样要把你随时万段 你的实力 非同小可 不过 我正缺少你这样的高手 来练就我的阴阳法神 你大概不知道 我参悟阴阳之道 需要修炼两大法神 现在 自己修炼的阳法神 还缺一尊和我同样的阴法神 你就是最好的材料 炼化了你 我阴阳合一 就可以到达乾坤之主的境界 甚至参悟先王之道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方寒点点头 有这样的方法更好 我就把你擒拿下来 融入我的身躯中 也炼就阴阳法神 佐蒙 突然 阴阳二气波动 阴阳之主脸上的笑容消失 因为他整个人都已经彻底化为了虚无 方寒身躯一转 衣服在空中 发出云水激荡三千里的声音 他的脚步挪移 双手交叉 四掌飞掌 四拳飞拳 一团拳风之中 无数的风暴怒吼 混沌产生 鸿蒙虚无 他朝着一个不知名的位置深处 直接展开了击杀 红中大驴一般的声音 似乎是两种兵器碰撞 永恒的位置深处 阴阳之主手持一口长剑 从中走了出来 剑锋 站在了方寒的手掌上 两者碰撞 爆发出来了火光 把天都淹没了 浅山万水 阴阳之主面色凝重 剑法一变 连续两剑斩杀而出 第一剑重如山岳 震荡了千百次 每一次的震荡 一座虚无的大山 就出现在了空中 轰隆的压迫而下 而他的第二剑 则是水般的柔和 一道道的天河出现了 山山水水 组合在一起 对着方寒 缠绕轰击而下 真的是千山万水 人间正道 方寒面对千山万水的压迫 动也不动 双拳一震 一条通天大道 正而不斜 笔之通天 直接撞击出去 刹那之间 一股绝对的正道 冲破了山水的阻隔 把一切法术都破解得干干净净净 他这一刻化为了人间最为正义的大道 最为正直的法术 简直是儒门之中追求的最高精髓 万法皆破 正义无敌 阴阳之主的剑法一下被破灭 眼神中闪烁出了奇光 身躯连连后退 每一步在脚下都衍生出了一尊阴阳太极图 他的长剑闪烁漂浮 宛如白云浮空 飞鸟渡云 白聚过细 时间法则 在他的剑盲之下 纷纷被斩破 他直接就施展出了一招惊天地气鬼神的剑术 天外之天 一剑自天外而来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阴阳之主的剑术就好像是那天外之外 一山更比一山高 无论敌人的法力多么强横 遇到了这一招剑法 都是觉得会遇到了天外天 人外人 要被压服 要被斩杀 剑盲破开人间正道 一步一步的逼迫 刹那之间就冲开钢器 直指方寒的本心 好剑 方寒双眼猛的圆灯 看着刺杀将自己心窝的剑盲 终于开始正视起来 此时此刻 他才觉得 阴阳之主是自己的对手 一个正视的对手 值得谨慎 全力对待的对手 十四个机缘 修为的无敌人物 果然不是朗的续命 这一件 不是刺杀人的肉身心脏 而是直接击杀本心 这是问心的一件 到现在为止 方寒才把阴阳之主 当作了自己真正的敌人 自从他修成天军之后 一步步成长 大势养成 就算是遇到了无敌的高手 什么战争之主 天母 方寒都没有觉得 他们是自己的真正敌人 他的真正敌人 是传闻中的造化先王 起源先王 一切算计自己的先王 也只有先王 才值得他去正视 不过现在看来 在天军之中 也有值得自己正视的高手 这阴阳之主 虽然在乾坤拍卖场中 被自己羞辱了一番 但是 真正动起手来 每一招都直指本心 斩杀人心深处 最隐秘的弱点 稍微不慎 就会被彻底的消灭 不过 虽然是真正的敌人 这阴阳之主 还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面对问心的一剑 方寒身躯冲天而起 但是 那剑如影随形 如复古之躯 追踪过来 根本无法躲闪 方寒根本不是要躲闪 他在冲天而起的一刻 手掌一点 同样一道剑气 出现在了自己的指尖 那指尖猛烈颤抖 一剑三色 在剑光之中 阴阳之主 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前生 今生 来生 三生一剑 阴阳之主 看到这一剑 脸色大变 伪暗的身躯 狂震起来 剑术一变 连连后退 阴阳极变 一招极道的变化 飞舞起来 阴阳之主 整个人的身躯 好像蝴蝶一般 天天起舞 闪避着方寒的剑气 噗哧 方寒最后一剑 完全没有诡计 宛如领阳挂脚 冲击在了阴阳之主的肩膀上 一片宽大的衣服被斩破 阴阳之主的肩头 出现了一道血痕 两人分开 方寒 扶手而立 而阴阳之主 脸色难看 看着自己肩膀上的血痕 稍微一动 一股股阴阳之力涌了起来 把血痕就这样遮盖住 修复了自己的伤势 阴阳之主 你输了一招 方寒静静的道 你的剑术 比我差了一些 三生之剑 你为什么能够展现出来三生石的力量 难道 诸天最强的神器 三生石 在你的手里 阴阳之主恢复了伤势之后 长剑一阵 嗡嗡作响 全身凝神戒备 生命似乎攀登上了最为浓烈的巅峰 好一剑 三生一剑 前生 亲生 来生 都在一剑之中 破出种种障碍 破掉了我的阴阳之剑 佩服 佩服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三生石不在我的手里 不过 我的道数 可以演绎出各种诸天圣法 这个天下 没有我学不会的道数 方寒傲然而立 不过你的剑术 赢得我的尊敬 阴阳之主 明人不做暗示 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纪元天君 方寒 元界之主 刚刚从天界飞升上来 进入了戒场界 寻找电母天君 我听说电母天君在你的阴阳城中轻鸿一线 和你还产生着恩怨 我是电母天君的守护者 他的仇人 就是我的仇人 所以 你必死无疑 好 原来你就是纪元天君 天地大切之中的关键 阴阳之主 全身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 怎么可能 闯闻你的修为非常弱小 这个纪元中诞生的存在 怎么会修炼到达如此厉害的境界 也到达了十四个纪元的修为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方寒笑道 修为到了十四个纪元算什么 先王 永生之道 都要求得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不能够放过你了 阴阳之主的脸上 有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你和电母天君 都是这个纪元中诞生的强横存在 拥有天地之间大气云 能够捕捉到你们两个人炼化了 立刻就能够突破到达先王 而且 今天能够把你抓住风影 传出风声 电母天君 也应该会赶来 到时候 雍中捉鳖 手到擒来 阴阳之主 你是立领置婚了 刚刚你输了我一招 居然还敢大言不惭 把我和电母天君都捕捉到炼化 就凭你这一句话 今天就算你逃到天外 我也要把你斩上 方寒手上一团火焰在跳跃着 你以为 我就只有这样一点修为 也配称作阴阳之主 阴阳法神 出来吧 阴阳之主身躯摇晃 一剑至天 阴阳二气 冲天而起 居然化为了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 一个暗金 一个洁白 暗金的霸道 大气冲天 洁白的女子 婀娜多姿 方寒甚至从这一对阴阳法神中 感觉到了先王的气息 而且 他看到了 那个暗金的男子 体内藏着一个羊子 而那个女子 则是阴 以阴阳二字为魂 以先王之谷为魄 炼着成了阴阳法神 方寒 不得不说 你的潜力巨大 如果再让你活下去 不久的将来 恐怕你就要变成了和乾坤之主一样的存在 你会把我们全部都吞噬 成就你的无上先王大盗 阴阳之主 祭出来了阴阳法神 脸色异常凝重 我这一对阴阳法神 乃是进入了先王战场 获取先王之骨 先王之血 先王存留下来的肉 而锻造而成的 依托阴阳二字 经过了永生之门 扭曲时空之力 而获取的无上神灵 最终凝聚成了两尊法则 成为自身的元神 方寒 我拿出自己所有的实力 是尊重你 希望你这一战 你也拿出足够的实力 让我看一看 你到底厉害到了什么程度 如你所愿 本来我不愿意施展出我的杀手锏 现在你这样说了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诸天这种三千大道排名第一的大命运数 方寒点点头 阴阳之主 你死在大命运数之下 那也可以明目了 什么 大命运数 阴阳之主眼神都鼓了起来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 这个时间 没有人能够掌握命运 你不可能 但是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 方寒双手一圈 虚空被禁锢 一道命运长河出现在了空中 这道命运长河不是以前的宿命之河 而是真正的命运 在河流之中 每一个人甚至都可以召见自己的面孔 自己的前生 今生 以及来世的一切种种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有神机的长千全幻小说 永生 第九百六十四集 是由陈颂无声 您取经过了